女孩吃醋什么样子 我比你了解多了 你解释一下呗 会吃醋就说明喜欢你喽 不知道 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谁哄到我去想 你还真别说 这石小念呀 还真有两下子 以柔克刚 你看 这下总算是帮你 稳住了恩义的基础 你说这帮人要是真走了 看你怎么办 走就走呗 不缺他一个 谁让他多管闲事啊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饥不可施 我用我的亲身经理告诉你 人没了 可就没了 我要是早知道 你哥会在这个年纪去世 我就天天跟着他 一刻不理地缠着他 好好好 不提你哥 不过一件事得告诉你 你爸妈那边联系过我 什么事 他们怀疑 石小念 就是你曾经说过的 和你哥车祸有关的人证 你怎么说 我当然糊弄过去了 哭天抢地 一提你哥就气不成声 话都说不清楚 晓鸥 我希望我希望你不要查下去 我希望你去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查出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 我跟龚玉 本来应该有个幸福的开始 有关她的一切我都想知道 好 我很快就要回英国了 你爸妈那边 你暂且放心 这几天我会去缠着你妈 逛逛街买买东西 喝喝茶 让她腾不出时间来管你 好啦 一看你就没心思跟我说话了 快去吧 加油哦 拜拜 无聊 不过既然她 行答应了 我又不吃亏了 施晓涅 我说的散心是出国旅游什么的 不是到这种地方来逛的 你这不是坑我 对于我们没钱的人来说 散心就是逛街 吃好吃的 你作为一个总裁 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不要老想着玩 我跟你讲啊 当总裁可是很累的 不如你到我们公司来 体验体验总裁的感觉 当总裁啊 我也想当总裁 不过我想当的是出版社总裁 我要是能当出版社总裁 我先把施晓涅的梦画出版了 你又做白日梦了 有梦想着 今天事情有点多 我还在公司呢 你放心吧 药我都吃过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我会儿的 明明不在公司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进 庆祝啊 你来这儿吃饭 你管人家来干什么 没吃 大包了点 那你多吃点 人家吃多少跟你有关系吗 不好 那 你们也赶快去吃饭吧 我先走了 秦初 那个鸡皮回家热一下得吃 要不然对胃不好 还不走啊 你再不走这个傻子 就要跟到你家去给你热吃的 说谁傻 再见 秦初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您说话的风格 我怎么了 说错什么了吗 饿不饿 你多吃点 我还想多吃点呢 你不是刚说完自己饱了吗 什么情况呀 请问各位要吃点什么 刚才那个人点了什么 我都要了 刚才已经走了很多波了 您说的是 招牌菜吧 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店里面特别的忙 招牌菜已经卖完了 最后的鸡皮也刚刚被点走了 你看你看 没有了 走吧 咱们都改进来 坐下 石小姐 我告诉你 答应我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 好 行 老板 你冰箱里应该有明天的备货吧 有 是有 但是也没穿 也没解冻 你看我现在这儿人手也不够了 没事 没事 你忙你的 我来 好 来 你们那桌 还需要地皮吗 我们要 谢谢 我来穿 好 帮忙 你什么时候你都死了 你说他们几个什么关系啊 什么情况 那请问您还要点 我穿都要了 小迪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今天不是要出去走的吗 我们戏那个男主缘请假 晚上的戏部拍就提醒回来了 你从公司回来的 你去小智街了 不过 就买了一点 我去热一下 千初 你下午 下午 怎么了 没什么 好香啊 你要不要吃一口 算了算了 这么晚了 你肯定不会吃了 吃 当然要吃 你买的 因为健身也得吃啊 好啊 那你多吃点 都怪这施晓妮 本来好沦沦出来逛逛 现在打好 变成穿鸡皮刀天亮 你哪只眼睛看见到天亮了 再说 就你穿鸡皮的水平 能穿过我 那要不咱再回去 回去穿个一百穿 看着谁快 行吗 您自己去吧 嗯 这样 干了这会活 我还真有点饿了 你好 你这鸡皮 林章 是小念吗 哦 石小念她在等后书考好了 马上就好了 好了 晚上趁那么油腻 快喝杯热茶 才能闹躬 谢谢 对了 刚才回来看你愁眉苦脸的 什么事啊 剧本台词有点长 你下背不下来 台词常是好事啊 出门戏分中 千叔 我之前有东西落在办公室了 下午打电话去你也没在 你下午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啊 哪儿也没去啊 小婷 改天等我闲下来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蜜 来 老公 老公 不要错过 抢上我的胶牌鸡皮 老板拿走 这些我都要了 这么多你都要了 这可是拿出来的备菜 你不拿走哪儿有客人啊 我可没这理 真难吃 东欧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发什么疯啊 发疯 我没发疯 我好好的啊 我发什么疯啊 没发疯 那你这是什么 浪费点是 拿过来了 没不让你吃啊 那是什么问题啊 那是什么问题啊 因为沐显初 你跟沐显初之间有什么问题吗 我跟他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一副 没出息的样子 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就算你是我朋友 也不至于管这么宽呀 之前你让我管 现在又不让我管 把我当成谁 我的事情 还不需要你来去订吧 上不上 建柱 我好喜欢这里啊 你喜欢画画 你也喜欢看日落 我就给你建一座 西光小屋 让你自己 画你自己想画的东西 好啊 小吉 我终于把你个西光小屋 送给你了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牵着我最爱人的手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你的姐姐可以吃哑巴亏 可是我 就难说了 只要你表现好 一切都好说 走啊 走啊 随上哪一把 孙车长 你姓孙吗 孙 生 傻了吧 怎么喊你呢 我 请吧 孙车长 早 早 早 请 不 走 孙车长 你过吗 啊 等一下 首先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情况吗 因为龚先生收购了出版社大量的股份 所以现在NE是出版社最大的股东 根据股权收购书以及相关合同 龚先生委托孙小姐您成为出版社的管理者 也就是说您现在就是新任的社长及主编 是这样的 没错 所以龚收购了出版社 龚先生 医生 我到身上了 都在纸上 以后都在纸上 我以后就是同事了 同事了 龚先生 龚先生收购了出版社 让我做社长 姐姐 你怎么还不信啊 刚才合同不都签了吗 天哪 我们签了多梦吧 签我干嘛 你签你自己 我居然在有声之年当人社长了 龚欧 真不枉费我一直看好你 要是说霸道总裁嘛 就得像他这样 像沐谦说 送什么 戒指 胡编典礼 那都太小意思了 你看看我们龚大总裁啊 一出手就送我这么大一个出版社 不对 漫画和网文都不是这个剧情啊 按理来说 龚大总裁至少得看上我点什么 才会有这么大的手笔吧 姐姐 我拜托你先自己打量一下自己 你从头到脚 哪一点像女孩 我们小老板口味在中 也不会喜欢一个男的嘛 无所谓了 反正我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 要是龚欧真的喜欢我的话 我也不介意啊 我给你 我给你 我跟你说啊 我预计达理这个出版社 会是很辛苦的 哎 你看我之前的总编黄胜 操心操的呀 我头发都快掉光光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龚总有没有说 我工资的问题呀 对啊 不对啊 我现在都当社长了 应该是年薪吧 年中奖和分红呢 股权也得有吧 好好当你的社长 问题这么多干嘛呀 你说不说 不说啊 我走了 我真不知道 小老板也没跟我说呀 收购的事归投资部管 你的薪金归人事不管 不归我管 但你要是真不想做这个社长 我可以去跟小老板说一下 吓唬你的 你当我傻呀 这么好的馅饼我不接 不过小念把以前的漫画截稿了 不打算出版了 我打算把他新画的漫画 推向市场 把小念打造成一个漫画薪金 也就是说 那本漫画手稿的最终结局 时效也画完了 好 大家听说大家听说 从今天开始 重要的文件屏幕 放到我办公桌的左边 流程文件签子 放到我办公桌的右边 干活去啊 好 丸子 怎么样 没认出来吧 打扰一下 这是您的咖啡 谢谢 请慢用 帮我来杯一样呢 好 还黑咖啡 你不是都喝焦汤马齐朵了吗 怪物偏执狂出版协议 怎么样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你 偷走了出版社的公章 我要是有那个能大 我就不坐在这儿了 不是啊 那你伪装成工作人员 进去把出版社的核动 偷走了 识小白 我在你心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 蛮子 你想开一点嘛 失败只是暂时的 咱们坚持一下 以后会好的 得 我不给你多说 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我带你去见主编 到时候你就知道 这事是不是真的 我拿我的男神 赛巴斯利安跟你发誓 如果这份合同是假的话 我喜欢的翻明年就完结 漫画永远不过 更新 限量版的手办一秒就卖空 我喜欢的作家永远不出看 小老板 吃个布丁吧 好 出版社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石小姐最近 我说的是出版社 不是石小念 我问出版社不就是问石小姐 我想你如果说什么 传媒 我说不定了 不是 我们的手忙 可不可以 你都听说我 他对你的手势 得有什么 赛巴斯 不知道当时是谁啊 一看到女孩在哭 就怂恿我收购出版社 那是我做的 我最错误 你怎么了 没事 小老板 不是您早有这个意思吗 我就是顺手推舟了一下 毕竟早在我看到 那个奇怪女人哭之前 您就已经让投资部 去打听出版社的收购价格 我想什么 你倒是一清二楚啊 要不你别给我当助理了 我给你个部门经理 当当怎么样 不不不 我 我不是你 还敢顶嘴 长本事了你 说吧 怎么惩罚你 下个工资扣多少 我罚站 我罚站 半个小时 行吧 我听孙洁平说 诗小姐把她画的 关于沐谦初的漫画 结尾了 知道了 你站好啊 对了 你最近和那个孙洁平 走得特别近 你可千万不要把 我们拿到漫画手稿的 付印件的事 说漏了嘴 明白 明白 不过小老板 咱们是不是有必要 把诗小念案画的结尾 拿回来看一下 没准和咱们手上的 和复印稿一对比 能找出一些 关于大老板车货的线索 这倒是提醒了我 我写得到 这个不够了 这里 我写得到 温度的 那这样 我写得到 我写得到 都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公寓的为人处事相比 你连他一面手指头都比不上 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 难道石小念真的跟我哥的车祸没关系 可这本漫画 怎么会出现在现场啊 石小念没有嫂子 陪伴目前处长大的人是他不是师弟 师弟才是那个嫂子 师弟才是那个嫂子 出版社 你们恩义不是专门研发手机系统的吗 怎么又转行了 小老板他就是 就是听说你要做事业嘛 我是要做事业 然后他就给我收购了一个出版社 这不符合他人设呀 他做什么事都是很有目的的 你有问题 你说 你快点告诉我 你要不跟我说 我今天不跟你回去了 以后我也不回去了 那我跟你说了你别告诉他了吧 我不告诉他 你告诉我 我个人猜测啊 可能是因为你上次帮他安抚了那些员工 他不知道我该怎么表达感谢 你知道他这个人吗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式 表达一下感激 他给我收了出版社 是因为他不敢跟我说谢谢 那这个礼也太重了 我都不敢收 而且我就顺手帮他一忙 他就是这样吗 他这么做我反而觉得很有压力 那你别跟我说 你们两个人自己交流 小老板也真是万里挑一的奇葩呀 而且是奇葩中的战斗机 咱们去前面那超市停一下 买点鸡蛋和大米 无论怎么说 我还是得对他表达一下感谢 蛋炒饭走起 看什么看 剪得饱了 谢谢你阿公 谢谢你帮我投资了出版社 我特别开心感动 不过我觉得你做得有点草率 你别想太多 我投资出版社 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我 那你干吗付钱投资出版社 而且还让丸子做总编 还给我出版漫画 为什么 你觉得呢 难道你喜欢二次元 我这思路被你给带跑了 我是说你投资漫画领域也是好事 但是你不至于投资我吧 我虽然对自己挺有自信的 但我怕我影响你的投资 连累你 你想多了 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 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 结果呢 你画得实在是太烂了 我在想啊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估计这辈子都没办法出版 我画得烂 你去问问丸子 宇宙细腻无敌 美少女地狱 什么破名字 你果然对自己是盲目的自信啊 那当然了 不过虽然你画得烂 但是呢 你是以我为原型 故意好好我画的漫画 所以啊 再烂也得出版 不然别人以为是我没市场 也会影响他你的声誉 所以我想了一下 倒不如直接投资一家出版社 及时止损 不 花钱 收购出版社 及时止损 这什么思路啊 不要一脸没出息的样子好吗 等我吃完饭 那把碗刷了之后 就好好地去画漫画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漫画形象非常不满 你最好为着讨好你的投资方 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 还说我 你这个人 你再说我坏话 你听到了 发神经 虽然我这辈子可能会一直做一个 名不经经传的小小漫画作者 但是漫画就是我的表达 它可以表达我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有的时候漫画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的 你说什么 我在吃饭啊 吃饭也算说话吗 声挺大的 也是一种表达 这些我不都伤了吗 这怎么都回到钟站上了 我只是不小心进了你的房间 又不小心打开了你的电脑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你画的漫画 狗 你个贵子 骗子狂 你说对了 在你的所有作品里 我只对这个感兴趣 其他的 都太一般了 你快把东西画给我 东西 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没 没 没什么 你慢慢玩啊 我先走了 来都来了 看什么修嘛 你快把衣服穿上啊 这件T恤湿透了 我穿在身上非常难受 所以就脱掉了 况且我们俩这么交流 不更是坦诚相见吗 谁跟你坦诚相见啊 变态 我问你 是不是你拿的我的东西 不是拿的 是偷的 笑话 这里是我家 我在我家里找任何东西 都算不上偷 况且 那个手机模型本来就是我的 物归原主而已 我说的是漫画手稿 就是我画的签出的那个 明明放在丑地里 怎么就不见了 就是你拿的 那个绝对不能丢 是唯一的纪念 是 你签约了出版社 可整家出版社都是我的 所以你的手稿也是网络 至于你的漫画手册嘛 是啊 是我拿走了 并且看了两年 的确太一把了 你还看 那 那是秘密 隐私 你一个唐浪大总裁 偷归别人隐私 还直接偷走 无耻 我再说一遍 这里是我家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算偷 我本来 不打算再给任何人看的 是吗 你帮我找回了手机模型 我买了一家出版社给你 这个人情可不算小吧 所以 你打算怎么谢我 你 死你 公公是个大魔头 怎么会有人 有这么多恶劣的品质啊 自私暴力 粗鲁 还堵衣服 真的是 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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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小年 你怎么老想真的还 你不会被公公给诱惑了吧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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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想脸越烫啊 是我 施小姐 看完我美好的肉体 自己躲在房间里回回呢 是吧 你 你怎么这么得意啊 我 我疯了我想你 好啊 那我也就不用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拿走你的漫画结尾了 晚安 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回去了吗 是啊 我是回去了 你为什么拿我卖画 想知道吗 有陷阱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进来 你怎么会有这个啊 别碰了 坐下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这套复印件 你交给我谁 我就交给过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 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 按照流程 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啊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手稿交给黄总编之后 这上下两套 你就再也没见过是吗 理应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 你 你是怎么拿到的 这几张 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找到的 车祸现场 怎么可能啊 我发誓我没见过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我一开始 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 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迷了 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 是想看看 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这些漫画 让你失望了吧 你刚才说 你把这些手稿 交给了出版社总编 除了他以外 就只有我和丸子看过 丸子我是信任他的 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看来 要先从这个杂志社出版总编下手 那个 如果没什么事了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拿走了 如果有需要 我是说你要调查 什么线索的话 你再管我药就好了 这我先拿走了 还有今天这个被你拿走的事 就先搞一段落 什么 公欧收购了一家出版社 你确定吗 这个公欧 这个公欧 果然比我想象中厉害 不能小瞧他 他要是单纯的投资还好 要是有什么别的目的 注意盯紧他的动向 好 施比姐 微笑 好 漂亮 好 施比姐 你什么时候穿真会晒 我等人喝一喜酒呢 快了 等回头 你可得把我拍好看点啊 好 一定的 服装老师 你姐吓什么事 大大厉害的 你看他画的这个总裁 又猛又钟了 听说是有原型的 好想打听一下 这作者叫什么名字啊 我有时间我也想去追一下 叫 石小练 你刚才说 谁的漫画要连载 春兰 晓妮的漫画连载了 是吗 真的 手机新闻上写的还能有假 你快 那我看看 让我看看 好 让我看看 好 静下来 是吧 咱们家小念真有出息 怎 怎么都是字 没有插画 你快找找 他画的是什么呀 你看 上面说了啊 漫画主人公 以N1总裁公欧为原型 老师啊 刚才瞬间我的心啊 七上八下的 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真怕我们家小念画的 是千初 那到时候小蝶 就会一共一不老 那所有的事都会瞒不下去的 照理说啊 我们家小蝶 成了大明星 架了豪门 咱们家小念嘛 又有出息 当了漫画家 是吧 可是有时候我真的希望 我这两个女儿 是普普通通的孩子 我真的不希望 看见他们两人 那么地敌视 你也知道 这两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每个疼 我这心里 都不好受 好 好了好了啊 别想太多 不会有事的啊 你 你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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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